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京算籌碼》 績小偉王 歡迎收看籌碼大師 我是李宗鑫 大盤今天收 9222 這一段時間跟各位提到 9220不是重點 對不對 大盤今天果然過高了 不管是市場說9220 或者是9309 什麼馬英九套牢的防線 過了 創了60個月的新高 重點是你有沒有賺到錢 大盤今天已經突破新高了 來到9222 可是各位不曉得有沒有注意到 今天漲停板的加速 剩下27檔 昨天70檔 禮拜五63檔 禮拜四69檔 禮拜三上禮拜三52檔 奇怪了 今天大盤不漲了50幾點 偷拉尾盤60多億 拉力17點 就讓指數剛好過了920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 今天的之前漲多的個股 好像都收了比較長的上限 大盤今天的感覺上 你看到台積電 你看到鴻海 今天尾盤拉上來了 外資今天也買超 可是呢 小型股出現休息了 照例我們看一下盤簽稿 盤簽稿怎麼說的 來 大盤 步步超 920賣進 重點是這個 強勢股拉回可進 急漲勿追 然後還有 還有TPK 我們昨天是不是出現 支付加碼 法人三大法人都買超 而且超過三成 被法人買走了 所以今日還是上車的機會 今天TPK怎麼樣 再收一根漲停板 可是很多大漲的個股 今天都出現了拉回 所以你是不是要這樣的盤簽稿 當大盤你不曉得方向的時候 今天的盤簽你就收到這一張 你就收到這一張 告訴你 漲多的個股 拉回可以進 但是急漲勿追 所以我們手上一些股票 今天之前都算漲多 不管是星象 不管是垃圾 不管是紅色 今天盤中我們創新高 但是好像都出了一個上影線 所以盤中如果你還很激動去追 那可能又套到一個短線的高點 如果你今天有我的盤簽稿 你今天盤中 大概就不會這麼興奮的 去做追價了 所以今天的盤簽稿 除了叫各位不要追價 我們還提到了TPK 昨天致富加碼出現買進訊號 昨天的後面還問 老師 贏家轉折沒有訊號 那致富加碼可不買 致富加碼可以買啊 雖然滿漢大餐沒有 但是開胃菜也不錯 我昨天是不是這樣講的 昨天一根漲停板 今天6月9號致富加碼 今天再一根漲停板 大盤今天是漲沒錯 也過了920 沒錯 可是很多個股走勢不太一樣 所以你如果拿到盤簽稿 早上盤中就不會那麼激動的去追價 因為昨天還有會員來說 老師我心向套勞 我說不會吧 那個新會員 心向昨天收的離高點大概差一塊錢 最高是155塊半 昨天星期的時候漲停還套勞 那你是不是買了最高點 他說不好意思 老師我買了追在最高 所以買在啟動點重不重要 買在起漲點重不重要 你這樣想 你可能每天看我講星向 漲了十幾天 然後13天看到九根停板 受不了重力跳進去 結果買了短線套勞的高點 然後那天殺下來上禮拜五 還記得嗎 星向殺下來的時候 大概唯一全市場只有我 還在分析星向 結果昨天星向就漲停了 那今天星向是不是過高點 那過高點你還要追嗎 我們是買在97塊2的 今天150...160 那你這個地方追 是不是你又可能套在短線的高點 所以盤簽稿 重要你看看這是6月6號 我們放大 6月6號盤簽稿 我們說什麼 安瑞 什麼價位 46塊 有沒有 好 我們看一下安瑞 這是F安瑞 6月6號的圖 當天我還說 跟我們盤簽稿 收盤寫的 跟我們盤簽稿寫的價位差不多 46.05 這兩個地方都在46塊以下 你都還進得了場 昨天上漲啊 今天呢 51塊3了 我們買在46塊錢 51塊3 漲停板 所以你在茫茫姑海裡面的操作 除了我前幾天都有講 除了你要一個好的工具 好的方法之外 你還有一個好的團隊來帶領你 來幫你做持股的決策 幫你把你的資金顧好 幫你賺錢 所以今天大盤這樣衝上去 920是過啦 過高啦 那你要追嗎 如果你有我的盤簽稿 你會追嗎 你今天盤中還會很激動嗎 還會像我那個新會員一樣 我形象 竟然昨天還是套牢的 形象你昨天是13天的 第9根漲停了 竟然還套牢 所以買在起漲點重不重要 來看一下 為什麼我們致富贏家這麼厲害 這裡把它放大 這一塊 對 贏家轉折5月21號 3293的形象 贏家轉折5月21號 就出現一檔形象 那形象這個 就不再跟各位贅述了 我們就看一下 5月21號 出現這麼可愛的一個訊號 贏家轉折的訊號 而且當天唯一檔 這是昨天 我說賞天板已經太多了 不畫了 畫哪一根就好了 這是今天 最高160 強勢股拉回可以買 急掌勿追 是不是今天我早盤的盤前稿 特別跟各位提到的 如果你拿到這個盤前稿 你160還會追嗎 這是盤前稿的重點 所以樂森也是一樣 樂森 5月21號 贏家轉折 唯一檔 我們大概買了136 137的 5月30最高149 6月3號最高150 6月4號最高151 9號昨天掌停板 150塊半 今天最高158.5又來了 衝高要追嗎 今天如果拿到這樣的盤前稿 你衝高大概就不會追了 所以大盤來到這個位置 雖然9220過了 但是走勢不太一樣 我剛剛提到 今天掌停板剩下27家 前幾天50家60家70家來昨天 今天為什麼那麼少 所以短線上大盤 是不是要出現一些變化 你是不是需要 我們團隊來給你一個好的指引 來 紅碩我們這裡放大 一樣贏家轉折 6月3號就出現一檔 紅碩 為什麼那麼厲害 為什麼那麼厲害 我們致富贏家 你看出現贏家轉折 6月3號出現這麼可愛的一個訊號 大的黃色三角 其實來創造一個軟體 就是希望說我買股票 要買才起帳點 我跟各位溝通一個觀念 買股票 我們是因為它未來會漲才買 而不是因為它便宜 這個觀念可能不太容易體會 我這樣講好了 因為像這兩天我們檢視持股 就有一些投資朋友 你可能也是一樣 當一檔股票要跌的時候 如果你是認為它便宜 你去買 你會碰到一個什麼問題 假設這檔股票你100塊買的 今天跌了80塊 不是更便宜嗎 所以你會更買 你不會在80塊把它停損 對不對 因為每個會員都跟我說 或每個投資人 我每次上課他說 老師我不太喜歡停損的感覺 當然每個人都不喜歡停損的感覺 但是當你出現錯誤的時候 有的時候你還不得不壯師斷丸 所以在這些個股下跌的時候 我們檢視持股都發現 一檔股票如果跌得很深 你的內檔持股一定很高 因為你100塊買了 80塊你會覺得更便宜 所以你再買 再攤平嘛 然後60塊就再買 40塊還買 就跌下10塊 結果那檔股票變得最多 一般的投資人都有這樣的問題 所以買股票的邏輯 可能要重新做一些調整 那這些我們剛剛提到的 不管是星象 不管是紅色 不管是樂森 為什麼我們的致富贏家 贏家轉折那麼厲害 甚至連4月23號的合一 也只有一檔 這兩天合一還要創新高 4月8號的居民 也是千中懸疑一檔就一檔 所以致富贏家 為什麼可以震撼全市場 贏家轉折 千中懸疑一檔就夠 致富加碼 我們昨天提到的小菜 TPK 昨天致富加碼是不是出現 然後盤中大概漲半個停檔出現了 9點大概50分左右 收盤漲停 今天TPK 還是一根漲停板 所以我昨天說 滿亨大戰如果沒出 飯前開胃菜也滿可口的 今天贏家轉折 今天的致富加碼TPK 再送你一根漲停板 所以你可能還在想說 老師 那9000多點 還可以買嗎 你不是說有些股票要整理嗎 所以我昨天才提到 建議你說要來做持股診斷 為什麼要來做持股診斷 為什麼幫你看 其實我們的持股診斷跟別人不一樣 我們不是叫助理 把那個壓力之聲寫寫給你 然後讓你自己決定隨便 我還是我不做這種事情 我們來舉例 920為什麼 這次大家對920沒什麼感覺 舉例來講 我前兩天不是提宏達電嗎 宏達電今天雖然漲了反彈了 可是它還是個弱勢的走勢 我不是要詛咒宏達電 我是要告訴各位一個事實 大盤在兩年前出現9220 對不對 今天已經過了9222 理論上是不是這40個月買的人都賺錢 應該不是對不對 其實你自己心裡很明白 照理說這樣 你投資這40個月應該都 今天大盤創新高應該賺錢 其實沒有 我們就舉宏達電好了 宏達電在100年的2月份 2月第二個禮拜的高點 大盤出現9220的時候 宏達電那個禮拜的高點是多少 999塊 999純金 如果你套到現在 你覺得宏達電有機會解套 所以如果你買錯股票的話 是不是需要來做一個持股診斷 其實持股診斷我們不是像我剛剛提到的 不是給你一個壓力支撐隨便你 我是要特別去了解一下你現在的持股比重 在9000點 9000多點 9200點 你持股比重是持股只有三成 找不到股票可以買 還是持股已經滿檔了 9成了 不曉得要怎麼辦 怎麼樣換股 或者是你手上的股票 哪一檔佔你持股比重追蹤 你手上有1000萬 這檔股票佔你500萬 佔了400萬 我們要關心就是這樣的股票 有沒有換股重新反敗為勝的機會 所以今天除了開放體驗之外 如果你有手上股票的問題 歡迎在節目廣告時間來電話 我們的助理都在電話後面 守候各位 我們廣告之後再回來 別靠父爸爸 買房靠自己 買房要靠捷運站 要靠威秀商圈 要靠商業核心 要靠休閒水安 輕鬆房價要靠海洋都心 2625 8880 股票不用多 會長會標賺得多 籌碼結構分析大師李老師 實戰股海經驗20年 這床制服人家 決策操盤系統 精準掌握標普啟動點 千中選一 一檔就夠 制服人家 決策操盤系統 掌握多空 一檔就夠 立即來電 立即擁有 主播用成國際投庫制服專線 02 25428999 25428999 股票不用多 會長會標賺得多 籌碼結構分析大師李老師 實戰股海經驗20年 這床制服人家 決策操盤系統 精準掌握標普啟動點 千中選一 一檔就夠 制服人家 決策操盤系統 掌握多空 一檔就夠 立即來電 立即擁有 主播用成國際投庫制服專線 02 25428999 25428999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在家裡打鼓也是 有了鵝排氣密窗 有了鵝排氣密窗 家就是寧靜的停泊港 有了鵝排氣密窗 有了鵝排氣密窗 全球被消息 歡迎再多回到抽馬大師 上個階段跟各位提到 大盤已經9222了 過920高點了 這個大盤 果然是不是問題 問題還是在玄鼓 今天只剩下27檔漲停 來我們看一下盤線稿 再看一遍 強勢谷拉回可進 急掌誤追 然後TPK 今天仍是上車機會 昨天致富加碼就出現了訊號 漲停 今天再一個人漲停 你是不是要這樣子的盤線稿 你這樣子才知道要怎麼操作不是嗎 每天大盤的變化是不是都在我掌握之中 來看一下 6月6號盤線稿 安芮46塊 結果今天安芮 51塊3收盤漲停板 6月6號盤線稿46塊附近 進場 有沒有 都進得到喔 因為當天收盤是46.05 盤線稿到45塊6 今天漲停板 所以你是不是要這樣子一個團隊來幫你做規劃 來幫你做建議 在茫茫谷海當中 不管是美國漲還是美國跌 不管國際盤怎麼變化 其實如果你拿到這樣的盤線稿 其實你心是安的 支付贏家是我設計的 我就是希望說 能幫助各位 在茫茫谷海裡面 有一個引導的方向 我們的巨名 我們不看字卡 來我們看K線 贏家轉折 當天4月8號就一檔 就一檔 巨名 4月23號 贏家轉折 就一檔 合一 5月21號 贏家轉折 就一檔 新項 6月3號 贏家轉折 就一檔 紅碩 在前兩天 這兩天在檢視持股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會員來 因為他們其實有點疑慮 或者來檢視股 還沒有入會 因為 其實檢視持股 各位要鼓起勇去 把你的股票給我們看 對不對 我們會給你做一些建議 我剛剛有提到的 重點不是壓力支撐 或者股票已經走多走空 我覺得那都不是重點 因為壓力支撐 要助理寫一寫就好 即使我寫壓力這個地方 到底壓力你也不會出 不是這樣嗎 因為你會套牢 或者你不願意動作 就是希望有一個人 告訴你怎麼動作 在5月中 其實有一個會員 算是中石戶 也不能算中石戶 大概一千多萬在操作 他是一個小工廠的老闆 在5月中的時候進來 那我檢視他的持股 檔數不多 一千萬的持股裡面 檔數大概十幾檔 當然像這些長期投資的投資朋友 他股票也還滿OK的 例如說他有台積電 有鴻海 還有國泰金 富邦金 我說這些股票你就續爆 雖然漲幅沒有很大 可能像我講的 他不見得會出現箭頭 但是我覺得是因為 以他的個性來看 規劃來看 我建議他續爆 但是宏達店就比較麻煩 當時宏達店他說 我看到他持股有14張 他說老師我平均成本還不到300 算比較低一點 我朋友平均都四五百 還有600塊的 我是從400以下開始買的 現在成本大概不到300 都比他們低 因為他一路往下買 所以他成本攤平下去 大概是200 兩百八九十塊不到300塊錢 那我給他一個建議 就在5月21號出現 星象訊號的時候 這裡 我說林老闆 這樣好不好 你把宏達店賣掉三張 去買五張的星象 當時我們看 星象 5月21號 我們看一下宏達店 249吧 那個時候宏達店 我記得在165塊附近 在這裡 大概賣掉三張 剛好可以買五張的星象 結果星象不漲幅到六成嗎 所以如果以165塊賣掉 他現在已經漲到了260塊 270塊差不多 他說老師 宏達店都快要解套了 所以基本上 你不要再 因為券商的軟體 都是看到個股 你的個股賠了多少錢 賺了多少錢 所以很多人都想說 套勞 再拚再買 把這檔拼到雲為止 我覺得操作不是這樣 那天客戶打電話很感謝 他說 老師那個時候早知道 我14張都賣掉就好了 我這樣跟他講 我說我那天跟你講 14張都賣掉 你也不會做 你也不會賣 我覺得你們檢視股 就會碰到這樣的問題 我也不會說 這個轉空了 你20檔股票 10檔轉空 4檔全部砍掉 不是這樣做 你的重點是 哪些股票我應該怎麼處理 尤其是你手上 可能是跌最深的 或者是持股比中 最高的那些股票 要怎麼做嘛 那才有用嘛 不是給你壓力之深 那種檢視持股 我是不做的 要做就做最好的 所以 你手上如果有 股票的問題 這兩天我們開放 可能下禮拜就沒有了 你可以把你手上股票的問題 打電話來告訴我的助理 告訴業務人員 我會把你手上股票 做一個通盤的考量 那我當然希望說 即使是融資買的 也要告訴我 等於說 我必須把控制你的風險 你到底有沒有維持娛樂問題 或者那些股票 到底有沒有風險 或者是說 好 如果真的有 像這種標的出現的時候 我們該哪些股票去換 我也不會說 把你手上股票全砍掉 你放心 就是說 我們慢慢來建立互信 就像那位林老闆一樣 他說 我建議他賣三張嘛 三張他會賣 會啊 我叫他14張宏達電都賣掉 他肯定不會賣 你相信不相信 我相信一定是這樣 所以我那天他這樣打電話 我就跟他講說 即使那天我叫你賣14張 你也不會做對不對 他說也對啦 所以陸陸續續 他把星象換成功之後 他又換到樂森 又換了紅塑 所以他現在宏達電只剩下五張 他就三張三張慢慢賣 他現在宏達電 宏達電那個時候是多少 一百六十幾耶 現在剩下一百四十幾耶 差二十塊錢 所以 重點是你手上 好 你要檢視此股 那你手上還有沒有可用的資金 如果沒有 老師我兩百萬全部都套勞 那我如果要買新股票 拿些拿來換 OK啊 我不能叫你兩百萬全砍掉 即使是兩百萬裡面 這兩百萬的股票全部都是空投 我們也不會這樣做 我會慢慢慢慢建立你的信心 因為 我想很多投資朋友都受傷 雖然大盤今天是過了9220 過了9220來到9220 但是呢 大部分的股票都套了 像宏達電我提到了 9220的相關 宏達電的高點是999塊 今天宏達電的身上140多塊 總共跌了85% 那我覺得宏達電有機會解套 買了999的 我覺得非常非常困難 那你宏達電有什麼其他方法來解套呢 那你就慢慢來換股 如果你有這些股票的問題的話 歡迎來找我 我們不只是給你魚吃 還教你道魚的方法 自負贏家 他選股是基本面 技術面充滿面 面面俱到的 贏家轉折 我們剛剛提到我們就不再提了 千中選一 一檔就過 不管是新項 不管是合一 不管是紅碩 都給你印證了 自負加碼 TPK也沒有印證 多空轉折 就是你要來檢視持股 我們可以幫你做檢視持股的動作 那今天所剩時間不多 如果我剛剛跟你講的那一席話 就像那個林先生一樣 就像我昨天來檢視持股的客戶一樣 他持股有一千萬 宏達電三百萬 那如果你有這樣的問題 歡迎把握這次機會 除了你可以體驗自負贏家 震撼全市場的威力之外 也把你手上股票 在九千兩百年的位置 做個好好的檢視 真金不怕活練 有實力不怕考驗 叢馬拉斯 我們明天見 特別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神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我是李家頭 我覺得我們是一個非常幸福的國家 在世界上只有少數的國家 有這種樣子的全民保險 許多我們認為理所當然 像是有乾淨的水和有衣服可以穿 在許多貧窮的國家 這些都是遙不可及的 更別說醫療照顧 請珍惜台灣健保 健保有你真好 股票不用多 會長會標賺得多 籌碼結構分析大師李老師 實戰股海經驗20年 這場制服人家 決策操盤系統 精準掌握標普啟動點 千中選一一檔就夠 制服人家 決策操盤系統 掌握多空一檔就夠 立即來電 立即擁有 如果用成國際投庫制服專線 02-2542-8999 2542-8999 股票不用多 會長會標賺得多 籌碼結構分析大師李老師 實戰股海經驗20年 這場制服人家 決策操盤系統 精準掌握標普啟動點 千中選一一檔就夠 制服人家 決策操盤系統 掌握多空一檔就夠 立即來電 立即擁有 如果用成國際投庫制服專線 02-2542-8999 09-2542-8999 森田藥莊高純度 玻尿酸滅膜 森田藥莊 我期盼能給孩子安定的未來 我想給家人安定的依靠 我希望靠自己的力量 保照自己的生活 只要您符合城堡條件 付出少許保費 我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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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期盼